大家看到这个建筑物 它就位于珠海航展馆旁边 它就是珠海第二航站楼 明年这个时候这个航站楼就建好了 到时候珠海就会有飞到国外的航班 然后大家到时候在市区也可以坐那个群济列车 直接到达航展馆还有珠海机舱 到时候珠海机舱的航班也会多了很多 各样的交通方式也很多 大家今年来珠海看航展 可以看一下旁边这个建筑物 不知道大家来珠海看航展 你们是坐飞机过来 还是自驾 还是坐动车来珠海的 很多人来珠海看航展都担心塞车 从第15届珠海航展开始就不会再塞车了 到时候在市区直接坐动车过来就可以了 很方便的到时候直接坐到珠海机舱站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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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